无论过去多久 火炮是永远的战争之神 曾经它凭借数量和性能影响着战争胜负的走向 如今作为一种远程火力志愿武器 能对敌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和火力压制 在传统阵地攻防战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衍生型号更是成为美国陆军第一种具备独立作战的数字化火炮 甚至P&M项目的成功还将M109延售至了2050年 使其成为未来三四十年炮兵的主要压制武器 问题来了 伴随导弹的普及和升级 若是真让M109服役至2050年 这门百岁老炮在战场上还顶用吗 火力军相信大家都听过M109的威名 几十年来 他作为美国陆军和北约炮兵 主要火力支援和标准化装备 先后参与了越南战争 数次的中东战争 两伊战争 以及伊拉克战争等等 十二战后 生产数量最多 装备国家最多 服役时间最长的自行火炮 1965年 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 M109首次投入实战 便与越南军队使用的苏系火炮展开交锋 之后 美国陆军根据M109的战场表现开始对其进行升级 为其更换射程更远 身管更长的 M185型39倍口径的155毫米火炮 并将其定型为M109A1 再之后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修修改改 M109发展出了A2至A7 以及A8等数个型号 各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 其中最特殊的型号是M109A6 如果说M109A1至M109A5的升级改进 是传统技术循序渐进的量变过程 那M109A6就是高新技术质变的结果 首先是武器系统 相比M109基础型的 M126型23倍口径155毫米火炮 M109A6升级采用了一门M284型39倍径155毫米火炮 并加装了多种数字化装备 揉搭配的M182A1炮架 加装的温度感测器 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因为过热而产生的安全隐患 新增设的半自动弹药装填系统 沿让M109A6可以维持3发每分钟的持续射所 和8发每分钟的急射所 最大射程在使用榴弹时延长至24000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则延长至3万米 M109A6的车内空间也经过重新调整 使载弹量从初代的28发增至39发 无论是持续作战 远程精确打击还是重火力支援方面 在同类型火炮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除了换炮增加载弹量 这些火力直接提升方法外 M109A6还安装了基础型未能安装的全自动火炮射控系统 GPS导航系统 单频地空无线电系统 以及火炮自动射击管制系统等 这些系统让M109A6可以脱离射击指挥车 在战场上自成一体 如无线电系统可让炮内班组成员直接通过无线电获取射击指令 极大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 射击管制系统与全自动火炮射控系统 则可以让M109A6根据命令自动调剂火炮的射击方位 并根据GPS提供的地形数据调整复养角 傻瓜式操作提高了起作战效率 任何一门M109A6都可以在命令发出的一分钟内完成既定打击任务 也因此M109A6也比此前型号少了一名炮手与辅助瞄准手 从基础型的6人变为4人 当然M109A6除了点满进攻属性 防御和机动属性也同样是手去一指 M109摒弃了过去美军自行火炮 多以现役或二线主战坦克底盘改造而成的传统 改采通用汽车公司阿里逊分布研制的 动力前置主动轮在前 炮塔战斗士靠后的专用底盘 凭借这种新布局 M109成为此后众多现代自行火炮的射击典范 其全车长9.12米宽3.15米 同时M109还是第一种采用铝合金车体和旋转炮塔的自行火炮 装甲厚度为20毫米 能防御一般重武器和轻武器的攻击 而且铝合金特有的轻变 也让M109的战斗权重仅有28吨左右 在自行火炮家族中可以称得上是神清如燕 而A16则在此基础上 在炮塔内部内衬了凯夫勒仿弹内衬 更进一步保护成员安全 动力方面 M109A6改采一台 底特律柴油机公司制造的 8V71T LHR柴油引擎 其功率从原来的405匹马力提升至445匹马力 最大时速达到了56到61公里每小时 总之 M109A6这种对传统火炮的数字化改造 使其具备了强大的快速火力支援能力和脱离战场能力 使打了就跑战术成为了可能 在实战中 M109A6凭借优秀的性能曾多次发挥重要左右 容在伊拉克战争中 周扎在伊克边境的梅鲁军第三吉布施 就使用M109A6 对位于巴士拉的伊军阵地展开了猛烈炮击 为随后的联军挺进伊拉克打开了道路 在之后的大规模作战阶段 M109A6又为快速向巴格达推进的作战部队 提供了可靠的火力支援 据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三吉布施战后总结报告显示 该时使用M109A6等火炮 共摧毁了伊军526辆车辆67处设施 以及2754名一军 而自身士兵无一上网 装备无一损毁 在通向巴格达的道路上 第三吉布施综合运用烟雾弹 和装有不同定时隐心的榴弹 掩护联军的渡河行动 并清除了楼顶和公路立交桥上的敌人 使进攻联军快速安全地通过敌方地域 在战后反恐维稳阶段 如2004年11月为期的10天 费卢节战斗中 美军共发射了6000多发炮弹支援美军士兵 其中M109A6曾向具有军不到600米的地方 发射了925%炮弹 尤其是在美国陆军 研制装备了精度在10米以内的 神剑精确制导炮弹后 M109A6更是如虎添翼 2007年5月5日 美国陆军使用M109A6 首次发射两发神剑炮弹 打击位于巴格达北部地区 以此隐藏伊拉克武装分子的一栋两层楼房 在第一发炮弹击穿楼顶后 第二发炮弹从第一发炮弹的弹洞进入后 又击穿一楼房顶 殲灭了楼内武装分子 那M109的潜力挖掘殆尽了吗 答案是并没有 M109A6虽然在旧时代已真挚完美 但在如今全世界流行的 155毫米自行火炮中 它只能算是部分性能达到平均水平 作为上世纪的老兵 M109A6很多元素都已落户 首当其冲的便是曾经引以为傲的炮口 即M284型39倍径155毫米火炮 相比当前主流155毫米自行火炮的 52倍径而言要小很多 而火炮的背径大小 关系到火炮的射程 因此在这一点上 M109A6有些比不上 如韩国K9 德国PZH2000 日本99式等目前先进自行火炮的水准 其实火力军有些想不明白 39倍径是上世纪60年代 英美德义四国弹道协议签订时 确立的背径标准 在八九十年代时 155毫米火炮就经历了45倍径和52倍径两次革命 不知道为什么M109A6仍要保留39倍径这一落后的标准 轻松让后备火炮成功犯超 M109A6的第二个落后之处则在于装弹 该炮虽然增设了半自动弹药装填系统 但却只配备了一个辅助推弹的液压杆 实装操弹几乎还是全靠人工 在当前主流的155毫米自行火炮中可以说是最为落后的 无论是K9的半自动装填 还是德PZH2000的全自动装填 都要比M109A6快且方便得多 因此针对以上缺点 美国陆军开启了新一轮的升级 美军在2007年开始研制PM系统 该系统由PM155毫米自行火炮 及配套的弹药补给车组成 其中PM火炮由M109A6改进而成 已于2014年6月被美国陆军正式定型为M109A7 但要补给车则由M992A2改进而成 也于同一时间被美国陆军正式定型为M992A3 M109A7保留了A6的基本结构 主要改进的地方是在底盘 炮塔 火控系统 以及动力系统等方面 M109A7的底盘使用了布雷德力战车的技术结构 两者可以共用底盘部件 如发动机 变速器和履带 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M109A7与其他系统实现共通性 并在生产 零部件库存和维护人员方面节约成本 在炮塔改进方面 M109A7采用电动输弹 推弹机 比之前的A6的冲程输弹机更敏捷 可靠 而且可以把炮弹输送至炮管中更合适的位置 从而保持一致的出速和更好的打击精度 同时炮塔的抗毁伤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不仅安装了模块化装甲 顶部还安装了一挺12.7mm M2HB机枪 用于近距离主动防护 据悉 M109A7可以在60秒内投入作战并开始射击 有利于避免第一反炮兵火力打击 极大提高了其战场生存能力 在火控系统方面 M109A7集成了车载定位导航系统 能够完成保密语音通信系统传输的火力任务 同时从火控系统到机械监视器的所有相关部件 都安装了数字化电子设备 比A6更加全面 为此M109A7还增强了发电能力 以适应新电子设备 A6的发电能力为18.5千瓦 而A7改配数字化电子布局的600伏特发电与配电系统 将发电能力提高到70千瓦 同时也能用来应对附加的装甲重量和未来需求 在机动动力上 尽管M109A7的战斗权重要比A6重了不少 但要于A7使用了布雷德利的战车底盘 及相关的悬挂装置 负重轮总乘动力组件等 使功率重量比从18.7马力每吨提高到19.07马力每吨 最大行驶速度从56.3公里每小时 提高到64.4公里每小时 使机的战场机动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能够与M1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战车 在战场上保持同步 至于M992A3的配合 主要体现在后勤保障能力方面 首先M109A7可以携带最多42发 155毫米炮弹及相关装药系统 而M992A3弹药补给车 可以携带最多95发 155毫米炮弹及相关装药系统 大幅降低了战场上的弹药补给压力 当M109A7部署到发射阵地后 M992A3弹药补给车 就可连接至M109A7后部 使M109A7可以在最大载弹量的情况下 部署至战场 并在野外迅速获得弹药补给 其次M109A7的大量零部件 又与布雷德利战车和防地雷反复机车通用 因此其可维修性很强 最后由于M109A7扩大了内部空间 提高了发电能力 所以M109A7具备进一步升级改造潜力 如家装研发的新型附加装甲组件 新式电子系统 甚至是实现无人化操作等等 美国陆军正在打造 完全由M109A7和M992A3组成的 单一编队155毫米自行火炮系统 要把689辆M109A6升级至A7标准 使机服役至2050年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陆军还根据增程火炮计划 计划开发新型M109自行火炮 即M1299 其预计采用新型的 58倍镜XM907炮管 自动装弹机 以及新型的XM1113 新式火箭主推炮弹 从而使有效射程达到70公里 不过受俄乌战争影响 美国陆军于2024年3月 开始重新思考IECA计划 陆军未来司令部评估后认为 M1299的58倍镜炮管长度 对机动性的影响较大 炮管寿命也比M109低 美军不希望开发一款 炮管寿命比现役产品还低的武器系统 以免未来爆发高强度战争时 增加后勤负担 因此取消了M1299的开发案 在美军公布的 2025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就已经没有了M1299的资料 但美国陆军也表示 IECA计划会持续下去 将从全球现有的 155毫米火炮中进行选择开发 至于在未来 火炮是否会受到导弹影响 火力军认为 影响是肯定有的 但想取代火炮是不可能的 导弹在性能方面 的确会让传统火炮网尘莫及 高科技含量太高 尤其是如今被各国重视的 高超音速导弹 如俄军的B手 高时 伊斯坎德尔M等 其采用了惯性 加卫星导航的复合制导系统 射程也更快 射程更远 如B手导弹的射速达到了10马赫 射程超过2000公里 在杀伤力方面 导弹可以携带重量更大 威力更强的弹头 使其可以轻松突破钢甲和地面掩体 而且导弹能根据任务目标 搭配多种战斗部 加上导弹表面的涂层 也可以吸收雷达波 具有较强的隐身性能 因此 无论是打击效果 还是杀伤范围 都是火炮远不能达到的 但以上这些 并不代表导弹可以全面替代火炮 火炮与导弹的侧重点不同 导弹更适合进行远程精确打击 如摧毁敌武器库 能源站等防御严密的军事要点 而导弹凭借敌廉的成本 和简单的维护需求 更适合对敌方目标 进行密集的火力覆盖 更适用于打击城市建筑 或小谷敌军阵地等近距离目标 如在于越南的顺化战役中 美国海军陆战队 使用了60毫米 81毫米 106毫米的火炮 发射大量高爆排击炮弹和催泪弹 成功将越军 从隐蔽位置驱赶出来 进行覆盖打击 从而使越军伤亡惨重 可见火炮在战场上 能够快速提供 长时间大面积高杀伤的火力输出 此外火炮运输也十分方便 可以通过战略运输机 或武装直升机进行运输 机动性十分强大 同时许多现代火炮 都搭配了精确制导 激光测距等先进的火控系统 大幅提高了打击精度 今后火炮的发展 火力军认为是向信息化 智能无人化发展 从而打造敏捷高机动火力支援系统 末端防空反导系统 以及形成智能联合的火力打击体系 若是敏捷高机动火力支援系统 打造成功 火炮就能在必要时刻 由直升机进行吊挂运载 及时出现在安全范围内任何地方 从而给予敌人最直接 最猛烈的打击 无论是成本还是反应速度 都远超导弹支援 用火炮当末端防空反导系统 好处也有不少 比如在打击灵活小巧的无人机 只有火炮成本更低 能进行精确打击或范围拦截 而步枪够不着 防空导弹则有些得不偿失 打造智能联合火力打击体系 应该是各军事大国都在奋斗的目标 利用远程火力先发制人 打掉敌人的机场 通讯塔等重要设施 就可令敌军的防御体系瘫痪 立于不败之地 而现代火炮结合了精确制导 火控系统等一系列高新技术 配合上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指挥统筹能力 足以形成以火炮为主体的 智能联合火机打击体系 在火力军的想象中 未来战场无人机会作为先锋 进行前线探测 然后以云端技术进行联络 控制和指挥 最后用以火炮为主的 联合火力打击体系 进行远程火力输出 总统上所述 火炮正不断适应新型战争形式 在未来战场 仍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美军的M109这款百岁老炮 恐怕也没有走到尽头 今后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美军的M109 以及火炮在未来战场的表现 是什么看法和意见 都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